粽子文化交流 以保禁思书轩推出的迷你粽 吃得到健康 消化方面就比较容易点 这个比较清淡 就好像一个紫菜味道 我相信我孩子也会喜欢吃 咬下去就好像糯米 我听说好像是容易不用煮的事 不用煮的粽子 材料是禁思乡鸡饭 大燕麦 素松和茶叶 比一般传统粽子少油少汤 又高纤维 素粽少了动物性油脂 带给人体的负担 而且在慈激志工爱心包裹下 诚意满分 我们很高兴有机会来付出 让爱种心田 证明我爸这些身体很健康 可以出来付出就是好吃 很高兴我每年多想来 只要我有机会 我能照我都要踏出来 四季歌打定义联络处举办爱心诉讼意卖 超过1100颗汇聚更多善的力量 而煮好粽子分装整理 端午节的祝福 也逐户送到照顾户的手中 大爱新闻这下美之宫 马来西亚报道